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在下期预告中,我们可以看到唐三被向甲宗针对 史莱克对他的保护并没有太多的作用 这和唐三的控制也有关系 能够阻挡这些向甲宗的 本来就只要唐三这个控制系混尸 但目白6人最多就是硬刚下 但是向甲宗的防御力太高了 史莱克的阵型应该被冲散了 而唐三的蓝鹰草也不能禁锢对方多久 所以被针对了一次 不过对于这样的情况,唐浩却不以为然 他这些年经常会跟在唐三身边 这次大赛也不例外 看到向甲宗的武魂后,唐浩自然不会担心什么 所谓的绝对防御简直是个笑话 武魂殿也没有拿出真本事 像这样的突围情况 唐三的八猪毛可以轻易扭转局势 手中的浩天锤也能叫人锤飞 根本没有太多危险可言 所以唐三虽然被向甲宗针对 实际上是有惊无险 在原作中,唐三甚至连八猪毛浩天锤都没露出来 利用宇宙天空流战术将对方击溃 当然这其中戴木柏和朱主钦发挥了关键作用 他们两人的武魂融合即幽冥白虎 要超出向甲宗太多 急巴掌就结束了战斗 向甲宗的防御针对统计的还行 面对幽冥白虎就难以抵挡了 史莱克这次战胜向甲宗以后 他们的实力也暴露了一部分 但武魂殿的最高位置也被他们击败了 接下来还想对付唐三 就只能派自己的直输部队了 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